那您现在收看的是207年KPL休记赛预选赛的比赛 今天是GK对境到WGY的第二场 那么暂时GK 1比0领先 我是今天杰说 英台 我是今天表白了 那么看到他们的一个班位啊 上一局的迷神关羽这个已经是砍天砍地砍空气了 所以讲道理真的不能放 这个英雄是真的不能放 而且今天虽然把脊肉肉换上场了 我们看到已经把脊肉肉换上场之后 拿下了这个小杰Roger 那紧接着呢 关羽这个点子 因为他们在红色方 所以绝对不可能拿出来 对 还是要搬 其实讲道理他们在蓝色方也不应该放 所以放了你要自己用 你如果自己不用真的精凶不要放 这个东西有点像 你有点去搏这个 这个搏心态 就是你觉得对面这场关羽可能发挥不好 那我就放一放吧 但是一旦它稍微发挥好一点 你就是 你真的翻身的情况都没有 真的 就跟被咬断尾巴的龙猫一样 真的被按在地上了 摩擦了 好了 那么李温芳也是被搬掉 两个上一局发挥非常棒的一手 哪不如JY这边的搬选 上一局其实做的一般 但是今天这一局 还是比较针对性的对到了GK 但是问题很大的是什么呢 从上一局开始 你会发现两个队伍 都不搬老夫子 也不拿老夫子 是 其实这个一方面是 队伍喜不喜欢用 其实这是很关键 其实很多时候队伍你去搬对面 就是你看到他超过一场两场去用了 你就一定会搬 老夫子这个英雄 是 但不然的话就不搬 或者你用力和效果不太好 对 因为他一般不太会难 因为这个英雄毕竟不打团了 是的 那么虽然他发挥了很强的优势 但是还要适配阵容 对 你接着GK这边搬掉了 我看到 东方 一个是干净墨爷 东方他一注个量 这个搬人也是在蓝色方 第三搬很聪明的一点 现在边路全在 而且他把这个干净墨爷压掉了之后 东方他一压掉了之后 也就意味着不管你搬什么 你搬操操 我拿豪姆兰 对 反正你 你搬操操我拿操操 对 反正你搬一个 我拿另外一个 是 这样的话 WGY最后一手是 什么都不搬 最好 因为自己能拿两个 对 这样的话 果然是什么都不搬 对 为什么说什么都不搬 因为 这个不值得搬 但是呢 因为对面鱼青不值得搬 我确实用得太好了 对 也是三个针对搬拿掉 反正你两个中单搬掉 我也把你不值得搬拿掉 因为上一局的话 熊确实也不错 这样的话 WGY反手是拿杨俭加曹操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是的 或者说射手里面放被搬掉 你自己想要拿的话 可以先把张飞拿出来 也行 那么紧接着GBL蜜森 确定了花木兰 那么也就要把杨俭 杨俭 曹操 包括达摩 都要放给WGY 对 还是杨俭 曹操 对 GK的话 反手再拿一个中单 拿一个达摩 中单的话 看下他们拿谁了 因为重量和 不如我都在外面 现在高剑离 是一个就是T级别的 对 应该是要把高剑离拿掉 我觉得 正常来讲 还是拿高剑离 也可能这个脑回路 比较清奇 思路比较清泉一点 一股清流 那拿一点别的 也有可能 但关键还是看顺 关键还是看顺 其实莫子像 莫子加鱼姬 也不是不可以 这种双破口溜打法 对 只是现在让顺手 在这个前期待节奏 显得不那么合适 但是他们现在 问题在于 现在WGY拿到了两个前排 不是那么好的 容易被GK拿到的英雄 去针对到 对 那紧接着 阿柯这手 在这一金白 没有被翻掉 选手拿出来 配合上孙上香 也就是说 一个是孙上香 为他压低血线 那么阿柯上去 直接一套收割 二级等一级等 直接可以带走 厉害了 这个要把 魏央要把 这边孙上香拿掉 其实WGY这边 如果反手 只要一拿一个 中单高线离 你已经没有前期英雄 能够 前期中单 能够帮GK这边 渡过前期了 是 就很难的 还是放一放 还是再等一下 因为摄影位 再没拿出来 很容易被连续针对 对 其实阿柯拿出来 如果他还 GK还敢拿孙上香的话 反手 WGY就打一个无射手 是 我根本就不拿射手 我打一个中单高线离 其他全部打进战 其实阿柯进场也不方便 就跟上一局一样 因为这局是没有关于的 所以这样 他们更刚 一个这种不怕被两路包甲 那 进阶着WGY 现在GY选择牛魔之后 也就一直 把达摩放给了对面 达摩是可以去 打野也可以辅助 那么达野应该是比较合适 庄周也是在外面拿到 对 雕蝉 这个点很久不见了 其实雕蝉在 庄周的保护之下 因为雕蝉太怕被控制 哦 厉害了 拿到的是 中单的露娜 露娜这一首拿出来 也是让我们 感觉到非常的惊奇 最后这个射手 想一想 如果要拿射手 一定要拿鱼姬 一定是不能拿 松下伤的 而露娜其实不是那么合适 还是拿高线 不是那么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你拿露娜 你约下无线连 你娘头要拿蓝 雕蝉也要拿蓝 而且呢 庄周还可以解你的标记 雕蝉也要拿蓝 露娜也要拿蓝 都要拿蓝 都要拿蓝 还要拿蓝 还是要拿蓝 还是拿鱼姬 如果要拿露娜中单的话 一定只能拿鱼姬 没有别的射手选择 或者你就打一个无射手 但是打无射手 其实你前期也并不长 今天这一局 GK很容易打了一个 鱼姬打中单 然后呢紧接着双边路 然后这个谁 让这个露娜走一个上路 是一股清流式的分路方法 是 也有可能 因为这个之前 在KPL比赛中 已经出现了一次的 压制 其实鱼姬去压制的地方 挑战特别的舒服 对 连双射手都见过 还有什么没见过 双射手是双法师 其实为什么说 克制貂蝉特别爽 貂蝉这个法师 是所有法师之后 移速最慢的 它虽然是法师刺客 之前当浪也在策划 到你的微博下面留言 希望能够把貂蝉的移动速度 增加一点就完美了 对 但是貂蝉拿得很不错 是因为牛魔 不管前期怎么提供双抗 反正会有一个真伤害 无视你 是的 看下最后如果打无射手的话 是再来一个辅助 那这样的话 就要打一个双边路 庄周去打一个上单 好了 那么庄周也是 终于在今天见到了 它的一个上单表现 是 边路的庄周 单路庄周 单人线 而且孙变奇配合的 貂蝉还是蛮熟 还不错 还不错 因为可以疯狂减CV 对 感觉上貂蝉可以在前期度 没有极寒风暴的一个时期 是 而且只要说魏央他的技能秒不了人 这样的话我及时开到二技能 其实血量是能回上来不少 是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阵容安排 GK这边选择华木兰 露娜 鱼姬 牛魔 阿克 是的 达罗竟然选择了庄周 中单的貂蝉 打野 边路的曹操打野的杨简 以及辅助的孙并 是的 还剩五秒 我们要看一下 但是技能带来还是比较常规 是 而且中单成绩 这个双进化 对 掉起来都是进化 对 这个 讲到一两个人只能带进化 但是今天我们说 最喜欢蓝的两大女法师 哦 看看蓝是谁的 欢迎来到 那你不要忘了拉可露露 拉可露露要拿蓝 拉可露露 而且他不是要达拉可露露和洛娜 还要来达蓝王的 好的 这个感谢 听听听 说 好 来到双方对阵的第二场比赛 暂时来说 GK是1比0小比特领先 大女教育能不能追上来 这一把阵容拿得我觉得非常好 前期不要让卫央起飞 其实卫央也是一直 我觉得我是非常认可的射手之一 他的射手其实打得能秀能稳 而且细节掌握非常好 关键我 我觉得关键的细节还是 在他这个团战的输出 以及他技能释放准度 就像你像玩鱼姬 技能释放准度 玩其他的射手 比如说敌人节 团战的站位 找环境 非常厉害 是的 而且其实讲道理的说 敌人节虽然是在今年冀战 被这个游窩痘拿出来大风一惨的 但是开发者是我们GK的卫央 没错 最先打的就是GK的 AWED 没有AWED AWED 就是Ju一样 AWED 好这边是私人的 一个入侵老牛二游能 主�� 别胡来 但是存忘内 5次 迪远 性格 能央 较 贸 这可能说 把两球上来砍一套 有点危险 耳朵能免疫一下 也是直接逼吹曹操的一个入切 好慌 欧阳好慌 回家 是 宝宝慌 看这个位置 有机会的上来 能不能给到一个炸弹 差一点点 直接给到了 但是 血量差一点点 炸不死 还是炸不死 差一点 这个迷神也是 来了很关键 迷神也是 强行顶上了这一波塔 迷神大喝一声 干嘛呢 吓跑了 不要逗我小弟 对 如果迷神 迷神不来的话 他刚进来A一下 把那个加车塔断 再补两下 平面其实有机会的 而且自己其实有一个亏服 对 而且能上去追上去吗 没错 这位置我可以看到 WG外 今天第二局的攻势 就跟第一局完全不一样 直接选择把龙拿下来 杨简再次 挺进 抢到暴军 要赶紧走 都是自己啊 没有让杨简能够跟上 太远 是 闪现退了一下 而且现在 叼杆在中路 是已经到达四个情况 有着蓝棒的一个 他带着队友 强势入侵到了 这个GK的野区 这些创徒也很难去防守 他下路独自一人 你看 让一个防处 单独去吃一路 然后让其他四人去爆炸抓 今天GK 不知道这边在打什么算盘 GK的话 我觉得 从BP开始 他们就已经是看到对面BP 自己在最后手 白灯黄太一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 这轮对面可能就会打一个无射手 是 打了一个Luna 但是 可以哦 这边差一点点了 是的 与此同时上路 就是拿下了一线 再快一天点 换了一下 中方现在人头 一比一 其实经济差不多 关键是 现在WG 他们等级 是要领先半戏 结果我比较担心的是 GK现在 除了辅助位之外的 四个其他主力 在疯狂的暴团 如果暴团 其实刚才只是换到一个 如果没有换下的话 那么经济就会特别的拖后 对 这个等级经验都会要多 是 但是没办法 他们这个只能拖 而且两边的中单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打到中后期 顺起来都是无敌的 没错 都是要上天的英雄 而且 而且为了让他们顺 你看他双方的辅助位的选择 WGV那边上单 这个庄周 其实也可以一定成不上 半上单半辅助 那他功能性 自带服的属于 功能性上单 功能性上单 就是让貂蚕能够 不仅他能够帮助他 顺便也可以帮助他 等于相当于是个双服 是 你看这个衣裳 躲在草丛里面 扔炸弹是扔得多 是 这个 草丛裂 他是感觉说 那个画面感很强 他躲在草丛里面 二技能快速的出来 扔个炸弹就跑 打一下就跑 打一下就跑 然后没有自带了 上路包过来 切一下平安 老牛的大招 在自带走 刀刀刀招直接 鱼姬带走 鱼姬 鱼姬的这个优势 加上老牛的大控在前期 还是有 还是有 是的 那鱼青也是 在没有拿到蓝的情况下 很难去抱团 对 自己要在夹合中求生存 是 他们现在这个 装周啊 慢慢的发育 没有在的地方 这个免不了控制 其实他们越塔能力 非常强 是的 GK这一套控制和爆发 还是阻前期 既然老牛大招控到之后 鱼姬其实能跟上 他的这个被动束缚射击 其实也是有大量 巨额减速 大招也是有一下束缚效果 那科技手上来输出 和气爽 那么大陆就在这边 你觉得 鱼凯你觉得 他们可能是要 等到一个什么时期 再来打一个反攻 其实貂蝉这个点呢 本来是要 打到一个十分钟之后 因为他要 就是要出到第二届 第一届是什么诗神之书 第二届大战 叫齐寒风暴 给他有一个 急速减减确的情况 但是配合上孙斌 他们之间这个点 其实可以提前到达 在实际之前 如果这个貂蝉和 顺便配合得好 而且实际之书已经出好的话 就可以去主动地进攻 因为相比于 鲁娜 貂蝉自己 在这种 主动配合会更好秀 哦 老牛这个大战 直接抢到了 直接抢到了 哈哈哈哈 这是两岸原生提不住 这个老牛反我栏霸腹 直接带走 不准备 管不住管不住 这个真的管不住 双周再来 双杀 不过还要再怎么滑溜溜乃了一口 这个位置 真的是 像他的名字一样 滑溜溜 吉肉肉 哎呀 太可怕了 是 个 肉肉 肉肉 肉肉就是滑溜溜那个感觉嘛 像你的肚子一样 是 是不是 会比奇妙被套入一罢 好了 那么第二条暴君 这边WGY也是 已经要出手 WGY现在 现在 你这时候 已经很难拿掉了 这个其实 庄周的这个伤害 有一个欺骗存在 就是 他粘着你 他也不出伤害装 你感觉打不疼 但是其他层数 只要叠上来 他的伤害上来会非常快 而且 他二技能有一个 属性就是 他的被动 他二技能升级之后 他被动每六秒 自动给你放一次二技能 在他身边自动放 所以说你也不可 遇见你也不让他主动 就突然放一个 放一个加 他主动二技能放下 伤害直接就跌上来 对 直接就是一个 两层的跌加 如果在刻意性地 进行一些游走 续航呢 后面再一个被动 和一个二技能 那就是四层 跌到这个伤害就爆炸了 对 看到现在 华木兰已经出到了 看到这一波 杂作 一个被刺 虽然是命哪一口 还是 还是逃跑了 兄弟们 通过来 迷神这边 闪现撤一下迷神 能不能走 庄木兰 二技能一技能连控 减速到 两点这一条狗 怎么说 没有狗到 这一个螺旋走位 追不到了 追不到了 水晶点 庄木兰 还要再打 迷神进来了 月塔 没看到 今天的庄木兰 我可以说是 这个所向披靡 这个进来 你真的没有 其实刚刚有一点 慌了 迷神这边 马上切一个重剑 起来反身放下技能 还说不定有机会 要想这个 月塔 我只要还得出得去 头上必须再急 庄周完全符合这个形态 整个就是绿 整个就是绿 可以配備 大概头上来 Luna你还要再修 拿到了 不敢再 直接把野怪抢到 抢了一个小鱼 还可以 我们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等级情况 现在Luna和庄周 是在全场最高的等级 我觉得对于GK来说 是一件好 是一个好的现象 现象 他们Luna只要有长度的发育 其实前期鱼姬不管怎么抱团 这个也都是为了Luna 一切为了Luna的发育 Luna这个点 我们一起看一下经济面板 他其实最大的是要去跟敌方的一个貂蝉 做一个对比 这个位置你看到Luna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4600 全场 就是全队把基地都让给他 貂蝉这边只有3700 但是问题不大的是 庄周今天发育的特别好 是 庄周是那个没办法 那个二连纪魄拿了之后 在月塔杀一个 这个时候他装备已经起来了 其实今天他的装备也是 两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装备 已经出在前面 佛甲和这个装备也是很难的 而且他是属于那种教科书时的出装 一会儿如果他想打在暴力点 面具怼出来也会更可怕 很标准 他这出装很标准 是 那今天现在杨天也做出了 比如说冰痕之物 前期提高一下年人能力 那么也是一件攻守兼备的装备 是 Luna等到这个通过面具出来之后 基本上他的伤害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那貂蝉现在出了一本小的吸血书 看到了吧 其实他出小的吸血书 强行去怼这个急寒风暴 我个人不是这么的支持 为什么 因为吸血书出到小的 再去出间大的时候 其实还有几百块 并不是很多 你不如直接把大的25%以上 这个就是出一十万倍的 而且还有冷却缩点的加成 是 而且说不定 可能因为人家带的是贪婪 所以叫这么点吸血 所以也有可能 做一个自己的一个策划 这边Luna在侧面摸两下 摸一下野怪 这边强行进来抢这个红的话 会被Luna包一个侧面 真的要打吧 没想到 进来放个技能试探一下就走了 是的 现在也是来到比赛的第九分钟 双方战成4比4平 经济完全持平 老牛这个大招是为了防守黄玉塔 小兵能不能清掉 那中州再起开启大招 保护他车退 他其实 你看他这个位置 想要拒绝他打 但是因为兵线没有到位 哎呦 哎呦 这个人都拿着墙 一个人去秀五个人 再吸一下 杨洁已经残血了 这个蓝buff 还没有拿到 但是也成功的 一个人击退了敌方4人 有点慌 有点慌 其实刚刚杨洁那一口 一技能是咬到了 但是没有上 咬到了 大概剩下 1500的血口 这边追上来 老牛的控制 应该是控到 直接黄大拳 跟上输出 瞬间爆发 暴击直接带走 鞠躬质里的露娜 对她们一个笑傲性的角色 不是一个双子的角色 毕竟有个 效果能力增强的阿柯仔 这个简直把自己当坦克 对 我确实也是 这种先制打的阿柯 可是队友没有跟上 前面的话想要抢一下 而且能不能放到 哎呦 差一点点 也是刚好去把握一个点 嗯 差一点点 看到余青 不光在这种关键团队中 还要再去 两千 你看这条跟上 闪现了打掉地方的一个阿柯 再打 这位置 鲁娜 可能还能不能秀 20击错的装周 非常可怕 你这花梅兰一个中间 二级能怼过来 但是 装周解控并不害怕 自己血量非常的残 曹操还要再打 调查一个二级 直接带走 你觉着自己越塔了 这个位置 曹操也打过来 打得太慌了 曹操还是一丝血 鲁娜这个位置是细节 再往中跑 虚然你给我加了一个 这个技能炸弹 还要炸不掉要换 看到这波技能 看看还在打 再一个二级吸过来 最终 蓝霸的女王之争 以貂蝉获胜 开始告终 于心应该是 刚刚那一下算大 但是没办法 有大的话 这一下还是能反上 还能杀 就这个两个人是怎么打的 就是跟大家 半规定什么事 就是从红色的蓝霸 打打打打打 从中国不断 从那个老牛抢蓝开始 打到自己家的蓝霸 然后锈掉的 敌方的雕蝉 紧接着又打回到了 杜露的河道 雕雕雕雕蝉 对 这个我就是讲 如何 这个总结很精气 是的 很细致 很细腻 对 尤其是把敌方的 完美的再现了 刚刚那一波段 关键 他们那一波确实打得很长 双方的这个技能啊 也是雕蝉和 露娜的一个看见 这两个人技能 其实CD都很短 那么都是持续的 操作和走位 挺好的 看起来很赏心悦目 而且两个人一红一蓝 关键 武侠仙子 一个是红一圣诞女 也就是红蓝对决嘛 是 正好你看 这雕蝉也在红色放 露娜在蓝色放 这局确实确实 打到最后的话 就是两边中单的一个发挥 非常至关重要 因为一边的射手是前期 一边亚洲就没射手 所以这个中单是不是在这个后期 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伤害打满 这个其实还挺关键的 而且露娜这局 她不能充当这种 这个去吸引对面注意 她一条长海 她一条去再考虑一下 一会儿是怎么开 这几波虽然开得不是那么的力 但还是 比如说没有太大的 就拉掉 但这队是 还要强 还是阿柯 已经已经拿到了 但几阶就不看到 黄大仙瞬间被击杀 那么GK不敢再打 要选择撤退 WGY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还要再逼 中路这个位置只有三个人 所以迷神上去 直接疯狂拆塔 不过给你留任何的机会 他们GK如果再不退塔 就浪费了小时机 JK看到 草草在上路去 限制一下敌方花木兰的发挥 正面虽然是一个四对四 但是老牛因为成奇 就是掩着 拖着对面 不想让他们回城 想让花木兰推 自己选那么多了 花木兰这边改到中路 看能不能留到谁 二级能减错 二级能减错 被炸到 开启二级能 这边让中剑没法去追呀 大招也拍空了 但是路纳还是把所有的机能 再次打到了雕山身上 这次能不能复仇 吸一下 还是让花木兰进行的击杀 那么SRIK的杨简 是在减难逃 路纳疯狂秀 已经用自己的机能去封了 再吸一下 打完之后还想再次带着 一张蓝大手 而顺便也被花木兰再次击杀 花木兰拿到了 多个中间的这些机能 直接的 就为了逃操了一个人 杨简还要尽打 装装来了 这波要走啊 GK不能打 选择很残 带一个大招 好少欺吓了牛魔 哇 这个花木兰参险还要跟两个人拼 其实今天 杨简在这一波打得太过于心情 要一波了 打了一波 有机会推高地 一波不来 都团队 刚才是什么时候的情况 就是打得绝一下 然后杨简之外 就一个一个过来支援 总觉得自己的选量多 可以去打 但是你要想到 GK 首先于清自己的这一波 路纳 可以回血 这个阿柯本身就带回血 牛魔防御用 不带你 而且关键是阿柯的 伤害者的态度 而且卢娜 她作为一个中单 虽然是脆皮 但是她自己 二体龙加了盾 和她自己出的装备 以及她带名文的回血 其实 她自己灵活性也很好 刚刚那个位置 确实考虑 装装进来 我真的以为装装是 有学过能收的 完全打到残血 真的是 其实这个东西 要给大家 大家提供的建议 就是你如果在正面团战去打 其实你就是像刚才那个情况 给地方残血 你来支援 就蛮紧的打热 其实OK 但是野区是最忌讳的问题 是 因为毕竟墙比较多 如果灵活性 就打起来 就得难受 墙比较多 是 就很容易被逼东 最后关键是 狭小的地形 和狭口 大口进狭口 这个大地形进狭口 狭窄的入口的地方很多很多 哎 感觉说了一个绕口令 对 嗯 哈哈哈哈 最近这绕口令 这个风移 往下下 我们看这个地方抢蓝了 嗯 进来应该是没理由 打得很疼 还是让狂蓝拿到 对 狂蓝也是 其实狂蓝本身的CD就很短 他把这个抢 让我们就走 嗯 他就更短 就等于就 没有技能CD 也疯狂切碗 中间一张啪啪 就能跑啊 说到这个 其实让我想到 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 露娜无限连招 是 最长露娜连招 点心率一看 就是在自定义里面 开了一个无CD 疯狂点大招 哈哈哈哈 没错 嗯 当时就把我开懵了 确实啊 不断大 确实是完全不断大 确实是完全不断大 所以怎么回去录一段视频 看一下WGY现在 又变得比较的被动 这就是什么情况 虽然说WGY现在自己的一个 呃 成绩啊 比GK要好一点 但是GK怎么说 毕竟是一个老牌战队 对 他经历过的这个 经验太多了 包括刚才那波团的处理 他们是属于那种 失误多 但是自己能够 弥补失误的战队 对对对 他们其实之前有的问题 确实在失误上 看到他们 这个失误 其实 近衡在避免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从一支新队伍 打到一支有心的队伍 他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凶啊 其实不是没有那么凶 他们打得更稳 是为了不犯错 其实你打的月浪 难免会犯错 是 这个人有失守 也是没办法 马上有不了 对不对 对对 那么再往后的话 我觉得WGI 其实这个时候翻盘啊 真的得看双周 能不能再弱一点 其实现在他们的一个真实伤害是没有 但关键是被刺暴击太疼 是 这个完全已经赶上了他们正面打对面 跟这个牛膜给他们加了双抗的一个真实伤害效果 那么现在经济已经拉开了四五千啊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装备成型情况 LUNA已经达到了一个神装 现在在中二十星还会被换掉 再加一件S模一斗 方式不大 在克制敌方的一个貂蝉 现在他们在打一个全路的冰弹 是 这个伤害还是太害怕了 对 毕竟对于一个鱼姬这样的一个射手来说 真的害怕法师的入侵 是 鱼姬 其实这一局魏阳他的一个出装思路 我觉得有点清晰啊 他是把暗战斧留在这么后面採除 他其实本来也偏低了 对 他还希望在前一期呢 就能够一捞五据地克制敌方 毕竟敌方的一个装周 两剑 草操 打得都比较靠前 而且就算是这个孙变啊 也毕竟先出了一个方向或者肉框 对 出师出道 鱼姬不两个问题不大 你过到后期呢 他希望用自己的一个 毕竟他是一个法师相承的 再提高一定的穿透能力 打一双穿六 对 他是这个双破甲一定得出 然后出这个 先出这个东西是因为对面弱多 褪皮少 是的 但是在最后再出这个 其实性价比偏低 我觉得要么狠一狠行 就干脆不出 也可以就是说 因为他们现在想 他们的希望是什么呢 通过自己的一个离波 直接强行推到几方高地 直接拿水 像刚才那一局一样 但是 如果时间再往后退 所以我认为自己还是出一个东西之力 出一套 后续续航的一种 平易流 因为到了后期 稍微偏便 稍微偏便 因为其实现在哪怕是貂蝉 对面最脆的一个点 这个孙并 你其实一套你都带不走了 一直 这时候其实再去出破甲意不大 感觉GK自己的一个进攻节奏 逐渐在放缓 那么 其实是WGY主动一个去进攻 或者说 用被动 怎么说 他不被动防守 他用主动进攻 来作为自己防守 这个点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 就每次一打到这种 直升上高地的局的时候 很多玩家会选择 防守 龟缩在里面 但是你要知道 你越防守 越猥琐龟缩 你的经济会越躲得越大 是 那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去 也去把自己家的钱拿到 找机会去打反攻 对 这点尤其是体现在游戏的中期 是的 中期的时候你很容易被对面 你阿金 其实 但是打到现在这个时间点 装备也差不多了 是 就不会感觉那么明显 但是前期确实特别要注意一下 啊 那么 看到GK在这个场景 就跑步埋伏了一个 要开竹仔的准备 好 那打了 这个阿柯是 典型的打野 也打得快代表 是 而且 这个独宰打得快 进来看一下 有没有情况装作 这个已经都放掉了 闪现下来 但是自己拿到了差一点点 抢到独宰 问题不大 露娜一个人再次秀了进来 但是被两个强行自己黏住 再一炸针一下 就像复活甲的挡一下 但是我们也看到 阿柯是倒在了地下 而且露娜自己也很难走 被狗盗 狗家打出来 站起来 看来能抓住敌方的一个杨简 前面WGY看下他们的职员速度 赶紧能过来 赶快 现在GK不好打了 现在GK对见他们是一个二打四的局面 那么WGY这一波反攻 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虽然主宰没有拿到 但是吸引了敌方过人 这一局Shrek跟上一局的发挥同样亮眼 他在G国前面顶住两个C位之后 后面队友就是没有任何压力 因为他们就貂蝉这个 已经不能算C位 是 他太肉了 对面的人除了你的C位 能够进去把貂蝉换掉之外 没有人有对貂蝉有极下努力目前 没错 这个时候就真的很难打 而且阿柯只要露头 这个时候你中单不散 其实阿柯死了非常快 对 而且 而且其实WGY自己的风格打法 他们必须要举几个攻击 不几个攻击 只有白王 你看他们几个攻击 包括刚才看到的 你说的Shrek 他们都是那种 我直接给他们起了个名字 叫无限跃塔流 就是不跃塔不舒服 你看专中那几波 杀人其实也是这样 那这种打法也就体现了 他们马上要面临的这波 就是什么呢 把朱寨先锋打掉 因为朱寨先锋一旦打掉 其实他们的塔 在中国的下路 已经逼到了中塔 问题也不是特别的大 是 血压极高上头流 是 这个名字很好 血压极高上头流 特别凶嘛 也不能说上头 我只会在愿意的时候接近你 好了 那么现在几道主赛先锋 WGY这一波反复打得非常漂亮 那么稍微算是稳住了一下正脚 现在可以看到 他们处理的一个方法很简单 杨检找了机会 切后之后 他就无脑顶C位 这时候只要吸引到注意力 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三个C位 在GK这边算三个脆皮 因为还有一个黄大仙在 这时候黄大仙如果进场实际不好 所以他们整个团队输出都完全不够了 是 要命 然后这也是实弹 国家挑战 然后这位抱团来把这个拿掉 保持一个安全性 而且这个野怪全不能放掉四个人一起来分一波经纪 这个时候到了后期啊 四个人去分经纪 虽然他有一定的衰减 但毕竟比你没区别 没区别啊 反正也不差 再来打一下 现在看到露娜还是拿到了蓝 这个极限反蓝非常的关键 对 貂蚕还是守住了 还行 对 这边貂蚕每一个蓝 都是必须要拿 他现在跟露大仙一样 是 一波团没蓝就真的特别特别难受 现在 必须要两方都把这个东西倾斜给自己 而且 怎么说 如何去 之前看了个漫画 如何去这个捕捉到貂蚕 怎么说 怎么说 就是从这个他们家放一个蓝板火 再放个蓝板火 直接放自己家 放个夹子 放个夹子 不管这个招数啊 不管是捕捉露娜 还是捕捉蚕蚕蚕 居家旅行地位秘方 还是拉克露露 拉克露露就算 拉克露露 你放一个飞鸟像旁边这个野怪 其实差不多了 是的 这边其实在两边的中单打到后面 不是说前期这个回蓝量了 他们的这个减斯蓝对于两个中单来说 对于LUNA来说是回蓝 但是对于叼蚕来说 这个减斯蓝 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去 其实是叼蚕的蓝 不太能打成了 而且他只有人家风暴人 是的 那对于CK自己来说 现在选择是什么呢 他们要去让LUNA单待 因为LUNA其實打草造也并不虚 嗯 毕竟有着这个灵动的优势 可以去调教敌方的技能 飘硬 飘啊 达椒算是貂蟬的台詞 但是这两姐妹 确实都是一个性格 这个卢娜是飞啊飞 杨姐姐是什么 狗啊狗啊 狗啊 狗啊 狗敢向你走啊 感觉突然话筒就跑天了 在这个鱼是 对啊 鱼啊鱼 鱼是黏啊黏 黏着你 这个其实是一条黏鱼 它自己划 但是黏你还是黏 那么这个阿柯就是童话筒 一台局有点暴力了 怪怪了 已经完全跑天了 这边直播团阵 全家正面已经开车 花木兰兹先开一技能 重剑先挡一发 老牛全身二次的护肠 我们看一下黄大仙的位置 耶老在这边找机会 不能上了 这一波难打 GK高地难 黄大仙怎么说 都是残血 躲在草丛 看到了一眼 这边需要个这么多秒 两下上来二三 只能直接顺秒 再开击大招回一个血 真面还又有机会 我这个在阴影中的 这个叫什么刺客 这种感觉淋漓尽致 就是黑眼睛的一双眼睛 真的厉害 刚刚这个位置太能蹲了 太能变了 对 还不去击杀到的地方 就感觉是那种 穿过你的黑发炉的手 你的屁股一套我带走 哇 非常烦 你这个都哪 学来的 教训话 这边是蹲了一下 在红妈妈转了一圈 发现草丛全满 回来打的一个 这个黑暗暴军 这条黑暗暴军 其实现在真的是 GK非常非常需要 他们现在就正面作战 就是查引刚 因为肉不够 他们要从伤害上 要用进攻来打防守 是 那再次隐藏在这个 好东西 要进去击杀 这时候也是 自己一个检控 就是战场 这条黏鱼啊还是 GK如果这个位置 不是鱼的 谁都走不了 真的谁都走不了 真的谁都走不了 这个双周是一个硬 带一个自己本身 他是那种软硬兼施的英雄 对 他自己被动又能免控 本身又坦 你实在硬时打上去呢 你要打不动 你还控不住就去身 这个英雄被你用卡 他在探 你就知道他现在这么强 他其实是在睡觉的 一到他醒过来 我们一直说这个 沉睡的熊熊是要苏醒了 他也醒过来多么的可怕 是 感觉你怎么提到这一段 就突然变得很 这个亢奋的感觉 但其实体验服里面 庄周是要再削弱了 他技能的一个伤害 是已经削了 所以我们策划的意思是 让他永远不要醒过来 睡的吧 就很好 蛮可爱 现在确实太OP 虽然他整个打法 是偏被动的 但是他只要正面 跟你硬刚起来 就你面对了无法 不处理庄周的局面 你还算难打 这边的话 想要找一下曹操 在这边开几个大刀 杨浅 已经被带到了黄大仙 黄大仙 再过来站起来 还要再打 露娜准备进场 这位置在早下横下 现在轮到了地方的三个人 打得非常的混乱 老牛击杀的地方 貂蚕死了 这波WGY难了 是的 黄木兰 在一个闪现 打到杨浅 杨浅直接一进的狗过来 打着回血 但是被沉默到 直接击杀 这一波GK 可以说是打了一波完美漂亮的团战 现在随便所在的草重也得回撑 草草也被直接激动带走 谁说女子不如蓝 不如蓝只要一波了 是的 蓝色包 恭喜GK颁获一分 是的 ved 请不吝点赞nt